风生吹起 风生吹起 要多的欢迎就会风生吹起 好 师傅 我们一来就找了 王先生和李小姐做我们的观众 是 那有我们的高徒梓维 是 帮我们看看 我们立刻展示了 你先来 好 那我们首先看耳朵 耳朵我们要求要白要大要厚 要硬为一只合格的耳朵 耳朵略小 也不够硬 先天体质比较一般 再看这边 好多是轮比较整齐 没什么特别的 一个粒或者一个崩 接着 母耳朱的耳朵 我们叫做鸡嘴耳 代表个性格的人 比较喜欢包咬颈 喜欢每样东西都打烂三盆 问道谷 接着我们看耳朵 发脚比较岩蚱 发脚岩蚱代表乙父无缘 十六七岁早出来 十六七岁容易有读书障碍 语乎无缘的意思 我们是代表至少和父亲分开 或者和父亲不要谈 都叫做语乎无缘 但他的颜特别阔特别高 是的 但这个也是岩蚱 影响那两年 未必有事 颜特别阔特别高 也有读书运 是吗 有读书运 但那两年运气差一点 之后有输了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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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问题 因为其实这些都不知道是对 或者是不对 我经常说 不肯定的, 这怎么办 不用说 不用说 你这样的人错 我读书读到大学 就糟糕了 为什么呢 我没说他没读书 没知就没得到 十六七岁有问题 十六七岁 像他这些 有什么林巴 或者暑期公 可以是 有时清楚那些 你就可以说了 是吗 你说话 其实不用从头到尾 什么都说 总之看得出 肯定的就对 不肯定的 就不说 因为我都不知道答案 我都是这样看的 我和他都不懂 不过你看上去 当然一句句准好一点 颜比较像 都是代表想法 记性好 二十二至到 二十六七 这些部位都不错 然后这个颜 两眉中间我们叫做印堂 印堂 印堂叫做愿望功 那人一生愿望 容易成功的 那你的印堂呢 可以了 你这样看照片 就比较阔 你现在上堂了 客人谁知道这么多 你说个答案 给别人知道 好的 两眉中间 比较阔 加上它有个眉 个人都比较乐观 再落到看到眉 眉毛 比较粗 个人比较粗心大意 而手作业做的事 不是很有技巧 然后有没有兄弟姐妹 是的 这个微缺都代表 和兄弟缘分 你可死了 有没有兄弟姐妹 你不如问答案再说 那如果人家没有兄弟姐妹 那不就不影响 那你也要判断 如果有兄弟姐妹 你代表他那个 你怎样的问题 一看照片 你那街边看照片 不是 我问人家有没有弟弟 阿哥也不行 那已经是错了 你一说一说 准就准不准 就不准你看照片 明白 有兄弟姐妹又怎样 有兄弟姐妹 就代表和兄弟姐妹 你一说就说 如果有兄弟姐妹 就用自生离死别 那就行了 你再加一句 别人就不相信你了 明白 再落到眉眼距离 比较窄 脱一脱眼镜 麻烦 还有比较小小心 比较小小心 比较小小心 都是和家人缘分一样 和家人分开一个长的时间 都不会特别太想念家人 接着我们再看到眼 眼神不是很坚定 好着眼白都比较 眼白戴一点粉红 代表三十五至四十 容易出一段重的桃花 错了 眼白戴什么红 戴白 戴白 有点红丝 都不是戴粉红 根本是白的 避这个比较有个窄 代表人比较疑心重 这个容易影响感情障碍 也代表自己比较容易发脾气 怀疑他上堂靠不住 围住人的时候 可能问完答案 然后出镜就说 那当然准备了 尚尚五万一至五万 这些部位比较饱满 加价是吗?零分是吗? 对 为什么你今天这么短的位置 直到现在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说过 不如看看黄先生 黄先生是吗? 黄先生是吗? 对 这个就明显了 刚才你小姐也不太明显 这个有个摺 代表自己容易病 那个岁数三岁 或者这个十岁、十岁 容易一个… 没事… 少少意外 容易一个自己的病 或者大的跌倒 转落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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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脚岩蚱这个很明显 代表真的会早出来做事 但是日月角高 对呀 日月角高挺漂亮 记住 可以出去读书 对呀 可以出去读书 或者是外地发展 印堂也比较凹 代表一生愿望 个人不容易成功 人也比较执着 都凹凹一点点 不是太差 眉很粗 眉粗代表个人粗心大意 不适合做手造 手作业的东西 比较没技巧 左边眉头大战 都是代表三十岁 不善处理自己的感情 悶不悶呢 那些人全部睡觉了 避高避直避长 不要让他们说 我说吧 是不是 因为看相有什么难呢 看相不是看一个准 两个准 你是每一天 都是跟不同的人看 有些人是完全没有特征的 你不知道说什么 但是你没有特征的人都要看 难道说你一心平稳 代表钱又走 不行的 而且看相来说 又不用这么分析 因为你每一个人 一定有个重点 你一说一说重点 不是说我说闷 因为我经常做惯你们的现场 我一看观众 我都知道 全部都在睡觉 这么快就静上 因为你看相应该说得很精彩 才是对的 你一说个故事 是 有一个动听 故事 你不能逐步 慢慢训练 等我来 看回李小姐 首先看个耳朵 这个耳略小一点 鸡嘴耳米 鸡嘴打烂沙盘 闻到督 虽然现在见他没出声 但是平时拗起来 你不够他拗的 那来到鸡 鸡 鸡特别饱满 好处是记性好 十年前加上他五毛子 你记得 坏着想晚上很久 都想不到答案出来 而且 通常鸡饱满 亦都代表思想 优美 经常想起一些漂亮的东西 现实不存在的东西 想到样样都很漂亮的 那有什么问题出现 嫁老公就有问题了 你想到老公很完美 这个世界有没有 这个世界有没有 有没有完美的人出现 这个世界 没有了 所以记住了 不要这么完美了 求求其其 将将就就 我想问师傅 我的衰运行完美 又不是有运行 你呀 有运行 又不是怕得那么紧要 不过姻缘又真是一样 又是四十五千 无论认识哪个 都觉得大家性格不合 不是你想对象 四十五千 对 那又没理由 是理想化了 那又没理由 想不想二路姻缘 要二路姻缘 原来不怕 结果分离分 大十年 小过你 或者二点姻缘 有运行 原来你第一个运行 太早 没用 因为你第一个运行 是九八到零三 但那段社会经济 惡劣 变得拖慢了你的运行 那现在零四至零九 是慢的 正式入运行 原来二零一零到二零一零五 还有一个运行 零七零八零九平均 一零到一零五 还有一个运行 一零到一零五 因为你的相 其实都吻合 因为你其实除了 眉不是很漂亮之外 整个相 都没什么大问题 事业没问题 还有什么想知 我鼻子 整天都很红 而且财运不好 现在你的鼻头 鼻头红 就不是财运不好 鼻头红是破财 破财 破财 就代表你有钱 就全部把它换成 成八千 千万不要拿现金就可以了 因为你的鼻头不捨得花钱 告诉我 谁知道你说鼻头红 不捨得花钱 再加上鼻头 那无端端的钱都吐回去 既然是这样 一二买股票 记住 蓝筹股叫做存钱 炒那些叫做投机 我常常不主持人投机 投机十保九输 但是如果你买大蓝筹股 那是什么意思 等于我夹钱 跟那间公司做生意 人家公司很有实力 你捨不捨得退股 当然不退股 那就赢了 好 到网上门了 有没有人门了 网上